前几天刷到一个帖子震惊到我 橡皮竟然把鼻桶给溶透了 从第二层掉到了第三层 这下让我联想到上学时 那难舍难分的橡皮和尺子 橡皮和铅笔 橡皮和卷笔刀 橡皮和笔心盒等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橡皮不能和塑料放在一起呢 咱们最常用的PVC橡皮 也就是聚律与稀 像家里的排水管道 基本都是这种材料 但很显然橡皮可没那么硬 所以在制造的过程中 厂家会加入塑化剂和填充油 重点就在这里 很多塑料文具 比如尺子 使用的是剧本乙烯 它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热塑性塑料 要知道 前面提到的塑化剂和填充油 很喜欢和塑料打交道 不仅能溶解PVC 也能溶解PS 所以当他们遇到尺子 就开始工作了 第一步渗透到塑料分子中 第二步削弱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使其更容易移动和重新排列 这样不知不觉间 尺子就被溶掉了 看起来跟浇水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相似相融 即即性分子组成的溶质 亦融于即性分子组成的溶剂 非即性分子组成的溶剂 亦融于非即性分子组成的溶剂 这里 塑化剂和填充油就是非即性分子组成的溶剂 高分子聚合物 即橡皮和尺子 就是非即性分子组成的溶剂 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吃小龙虾时 手套明明没有破 怎么摘掉后满手油呢 油性笔不小心滑到了衣服上 把风油精涂抹在上面 揉搓几下就能洗尽 用手挤一下橘子皮 啪的一声气球就被弄破了 吃口香糖的同时吃巧克力 嚼着嚼着 口香糖竟然消失了 爱吃炒红萝卜丝的小伙伴们会发现 它的油是橘红色的 在这些相似相融中 发生的大都是物理变化 很少有化学反应 最后回到尺子和橡皮 你会发现很多橡皮 都是有保护套的 没有的话你也可以DIY一个 或者购买钢尺 亚克力材质的尺子